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下交通站曾经为党担任过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前天和我的朋友陈贤益在一块吃饭 他跟我讲了一个交通站的故事 讲得我眼泪汪汪的 他说这个交通站有一个交通员 这个交通员他们一家为了掩护共产党 党的高级干部 党的重要干部 他们家几代人死了七个 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作为地下交通站一个工作人员 家里人被杀了七个 但是他们严守党的机密 过着清贫的生活 假装做一谈生意 当年周总理这个交通站呢 这条交通线总指挥 总设计师 总负责人是周恩来 当年周恩来路过这个交通站的时候 见他们家生活那么贫穷 兜里也就三块大洋 都给了他们家 这三块大洋 就一直保存到今天 现在是中国革命文物 周恩来是我们党的特科的领导人 周恩来呢 中央苏区 中央红色交通线 是周总理亲自设计的 组建的 从1930年到1934年 红军长征之前 这一条交通线 经过的人那就多了 现在能搜得出名的 大家很多名字一听 耳熟能详的 那就二百多位 这条交通线 如果大家想想 如果要是出事 这给党的损失该有多大 你知道吗 这条线护送过周恩来 护送过叶剑英 护送过向英 护送过任毕石 护送过何淑恒 刘伯成 肖进光 李富春 李克农 聂荣珍 张爱平 左权 林博曲 董碧武 谢绝寨 李六如 王观兰 还有杨尚昆 陆定一 武修全 王首道 瞿秋白 朱志成 王胜荣 欧阳钦 齐元德 陈鹏年 吴知府 钱之光 毛泽民 太多 还有谁 还有刘少奇 还有张文天 还有邓颖超 还有邓小平 还有蔡畅 还有李文汉 还有德国人李德 太多 这名字 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单里面的相当大的一批人 一个200多名领导干部 还有一大堆电信技术人员 还有文艺工作者 从那个这条线到苏区去 这条线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信息往来 还向苏区输送布匹 输送食言 药品 纸张 电信器材 印刷器材 军信器材 还有白旗出版的各种报纸 书籍杂志等等 所以我的朋友陈仙逸 解放军报唯一部主任 他写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 飘向苏维埃的红飘带 记得卑微写过一本长篇小说 写抗美援朝 叫地球上红飘带 陈仙逸先生在这 他用飘向苏维埃的红飘带 所以陈仙逸先生说 如果你要去汕头的话 一定不要去 不要忘了去这个地方 中共中央之苏区秘密交通 汕头 汕头这个联络站 就指 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小洋老 但是从外边打量 小洋楼没什么任何特别的地方 但是他却连接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央交通局 在汕头建立的 直属的 绝密的 我们党的交通站 大家知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我们党的很多领导干部 都在这里边 曾经 骑身避雨 在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 他们从这 被人民群众护送到井冈山 护送到中央苏区 那个大背景是1927年 蒋介石发动412反共产生变 我们党在上海的 很多岛都被破坏 领导机关被破坏了 破坏了 说到底 就待不了了 很多共产党人被杀了 党在白旗工作 遭到重大挫折 为了保护有成力 怎么办 中央决定 党的领导干部 必须分期分批 上山 去井冈山 到中央苏区去 那个时候周恩来 他是我们党的 红色交通线的奠基者 党的八期会议 决定 要逐步在全国建立 秘密交通吧 1928年的时候 27年 这一年之后 那时候革命处于最低潮 那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人 那真是不怕死的人 高潮来了 泥沙俱下 现在加入党的人 你说的现身共产主义 和1928年 那不可同仁而语 28年6月 党的六大召开了 大会提出今后的任务 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 发展红军 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苏维埃政权 这六大任务 对吧 六大之后 各地全国出现了很多 以武装割据为特征的 红色苏维埃的区域 闽西的有 赶南的有苏区 赶南苏区是面积最大的 联合组成了一个中央苏区 知道吧 当时叫什么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主席毛泽东 那时候上 党中央在上海 那你要去中央苏区 在所有的交通线当中 第一位最重要的这条线 就是恩来同志 亲自布置领导的 就叫做中央红色交通线 其实在29年呀 年底之前 随着赶南 闽西土地革命的这个开展 党中央就意识到了 跟中央苏区的联系 准确的说 具体说是跟猪毛红军的联系 太重要了 12月22号 中央政治局常委 我们的周总理一辈子 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政治局常委 组织部长 军事部长 都是周恩来 代表中共中央对缅月干 以及猪毛红军 缅西红军 发出了单独的指示 那时候周恩来地位 比毛主席高 发出单独指示 内容是中央认为 必须与缅西红军 猪毛红军合作 不是合作 叫猪毛红军 单独设立一个独立的交通网 这个交通网要解决的是 红军和江西广东的联系问题 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 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 周恩来单独的这么一条 一条指示 那为了加强这个联系 根据的联中央就决定 设立这个交通站 然后具体呢 恩来同志提出来 你就具体负责了 开拓北方线 长江线 南方线 三条主要联通线 接通的中央 上海党中央 和全国各个 革命根据地的大动脉 恩来同志 有一句名言 今天想来着 我说一遍 您就能记住了 恩来同志 关于这交通线的重要性 恩来同志的话 是这么说的 宁可放弃输去一个县 也要办好红色交通线 可见交通线的重要 陈仙逸的文章里面说 其实从上海 你直接陆路 不用走水路 你直接奔江西 是最近的 那能多远 你上海到江西 你开车才多远 但是当时在国民党的 蒋介石的 严密封锁之下 浙江过不去 安徽过不去 福建过不去 敌人层层设防 我们跟党的干部 根本就不可能 从这地方进入中央苏区 那怎么办 怎么办 30年底 在安来同志主持下 中央的交通局 开辟了一条秘密通信线 所有需要转移的干部 从这 你怎么走 迂回 在上海乘船到香港 由香港到达汕头 汕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站 然后再过朝安 大浦清西 进入福建永定 然后再被那老百姓 护送到江西瑞进 毛主席 当时所领导的那个地方 至于这条线有多长 从到香港 香港再到汕头 然后再到江西 多远 3000公里 3000公里交通线 汕头处在什么位置 核心的枢纽的 最重要的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 香港进内地是第一站 确保汕头的交通站的 绝对安全 关乎党的 我们党的干部的安危 转移出来 不是普通党员 都是党的领导干部 为了防止意外 安来同志亲自安排 1931年中央交通局 又派的 陈鹏年 顾玉良 罗桂坤 来到汕头 筹备备用交通站 这三个人接受任务之后 以上海客商的身份 到这个地方来 经营那些电料 电器材料行 然后呢 还有其他同志 在旁边开药店 掩护 还有其他 什么掩护 安排得很好 但是革命是残酷的 危险来了 1931年4月 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是共产党内部的 这个所有特科负责人 上海汕头交通线 马上处于危险之中 为了防止遭到 这个这个绝密恩来同志 亲自管这条线楼 怕遭到再遭到破坏 决定 其他的点全撤了 只留下海平路97号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就这个小楼 这个小楼当时呢 是电器材料行 继续运行 其他药店 什么铺店 所有的连流站 全部停止活动 这条秘密交通线 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之下 承担着红色交通的绝密使命 一直到三四年底 由汕头进入中央宿区的领导干部 200多人运送各类的紧急的 救援性的物资 300吨 这贡献是什么贡献 是特别贡献 所以毛主席后来评价这条交通线 毛主席怎么说 毛主席说交通线呀 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这是确保根据地 与中央联系的特别通道 有了这条血脉 党的大批干部才得以 有效保护 大家想想 刚才我念到名字的那些 我们党的历史上 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批领导干部 如果在这些交通线上出了问题 中国革命将受到多大的损失 现在 陈建议说 在海平路97号交通站内 一张张老照片 激荡人心 展板上的史料 清晰地记载着当时的情况 那干部不是说一块来 200人一块来 还了得呀 那零星的 不断的 大的批次有三批 像任毕石 刘伯承 张爱平 他们一百多人 都是呢 1930年到31年 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面 分批次到苏区的 第二次成规模的转移呢 周恩来 邓小平 聂荣珍 邓永超 东壁武 你看看 第三次是1933年 这个时候 博古 陈云 李温 汉 林柏渠 这个包括 邱淮同志 谢绝斋 在这个地方 第三批次被护送 上海到香港 然后呢 香港到汕头 这种呢 完颜 到达中央苏区 一条交通线 像不像一条红瓢带 陈信先生是诗人 他说 记述了多少 曲折动人的故事 每个被护送的干部 都有一串 跌宕起伏的经历 三千公里 一搏三折 跋涉历史 为汕头 红色文化 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 别样光荣 他说 他去参观的时候 有一个冒叠老者 很老了 在交通站就职 给我们讲周恩来的故事 他说周恩来啊 是秘密奠基人 开拓者 闽东地方党组织创立之初 周恩来就建立秘密交通线 培养党内交通员 这是个当时最重要的工作 老人说 这条线上为了掩护干部 不少群众牺牲啊 有一个叫伯公澳 就是山澳的澳 这么一个地方 有一盏长明灯 老乡外出 一定要给那盏灯点 当时啊 当时那油多贵啊 一盏灯不灭 很小很小 小油灯 但是这事不得了 老乡外出 一定要给这个 这盏油啊 叩拜添油 祈求平安 当时有一个邹姓 姓邹家华那邹 这个邹姓人家 是守灯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 这个灯呢 就是联系党组织的一个暗号 为了掩护党的干部 邹家三代人 先后有七人 被国民党残酷杀害 但是即使 即使牺牲生命 也不曾有人 透露红色交通线的秘密 1931年 就是第三批 周恩来呢 到汕头 那到达这个呢 这个波公澳这个地方 邹家人端起灯啊 端起灯 来人都端起灯 然后一套复杂程序 接通暗号 周恩来呢 在周恩来呢 在周恩来住下 看到他们家那个清贫呢 周恩来呢 周恩来呢 掩护党的干部 生活过得相当结局 周恩来从兜里掏出三块银员 仅有三块人员 给了邹家 后来呢 后来呢 很后来了 邹家知道这个人是周恩来的时候 就这三块银员就一直传下来 作为传家宝 传了三代 2016年 国家博物馆 派人专门来征集 复制了三块同样的银员 邹家作为传承之物 2019年 陈先生一说 我在闽西啊 邹家参观之后 来住过的旧屋的时候 亲眼见过三块银员 如今 汕头红色交通站 听这个长者讲这个故事 陈先生说 我心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 共产党人呢 说我信仰共产主义 需要觉悟啊 需要信仰坚定啊 信仰坚定怎么体现 不怕牺牲 不怕困难 还有铁的纪律 还有永不叛大 家里死了七个人 不改销更张 坚持革命 这什么精神啊 红色交通线 这边是连着香港 然后呢 汕头这地方 这边接通中央苏区 一条红飘带连接着中国革命的昨天和今天 这个这个精彩的故事 哎呀 这老陈讲的时候 讲的我们好几个人 还有几个年轻人 我们都听着特别感动 老陈是很会讲的 哎 后来后来再后来到周恩来 一直没有忘记红色交通线 那上面那些 那些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着 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共产党员 只是靠近红 靠近党的这么一些 普通的普世的老百姓 见过之后 周总理到广东 到福建视察 指导工作的时候 联想去红色交通线 然后请请他高度赞扬 交通线上的交通员 革命群众 为中央苏区做出的伟大贡献 说他们是中国革命胜利的 无名英雄 我很惭愧啊 说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问老陈 我说那群众就没名吗 老陈说 他当时也想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 邹家的名字 七个人的名字也没有 所以恩来同志说 是无名英雄 我们党的高级干部 然后从刘晓奇到邓小平 张文天 然后博谷 那么多人 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掩护他们的老百姓 所以建党百年 我们应当歌颂赞扬 学习这些中国革命胜利的 无名英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节目